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很多人會在IG、臉書或甚至直接在Youtube底下留言問我說 欸蓋伊啊 抽菸到底對重訓的影響有多大 我想會問這個問題的人本身應該都是有在抽菸吧 那我不曉得你們是想從我這邊得到一個答案 來評估說我是不是應該戒菸了 還是我就少抽一點就好了 或是 咦其實影響好像也沒那麼大 那我繼續抽好了 如果我直接告訴你 抽菸對肌肉量以及力量的提升有很大的影響 更別說是運動表現了 你會戒嗎 我知道很多人又會講說 Gaia有那麼多練得那麼距 力量那麼大 或是一些健美者也都在抽菸啊 你看飯馬勇次郎一口一個咽 可以見面真是不敦 好啦這個扯遠了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的話 那你也不用繼續看下去了 因為不管我說什麼 你都還是會為自己找一條出路 我其實一直很猶豫到底要不要做這集的視頻 那既然我決定做了 我希望能跟大家理性的探討這件事情 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論前 想先跟大家聊一下 我自己本身也曾經有在抽菸 在大學時期以及剛出社會的時候 尤其是退伍後 剛來到台北工作的那段時間 當時因為工作壓力大 工作時間不固定 作息非常不正常 於是香菸就成為了我一個非常大的慰藉 我把它跟壓力作為一個連結 所以我非常能理解菸癮這件事 當然你說這是藉口嗎 能把壓力作為理由嗎 我有很多同事當時也跟我在相同的環境工作 但是他們也都沒抽菸啊 壓力每個人都會有 就看自己要如何去排解他 可以是運動、健身、游泳、跑步 或是遊戲、動漫、連續劇、音樂、電影、美食、書籍等等 就看自己的選擇 好啦這個再說下去要變成勸勢頻道了 接著來跟大家聊聊理論的部分 抽菸實質上對人體的影響有多大 那像什麼自癌率、心肺功能疾病、性功能障礙等等 我這邊就不多做說明了 我今天主要會針對運動表現上來跟大家做探討 首先抽菸會降低我們的運動耐受度以及心肺功能這點是肯定的 我們都知道在從事有氧或無氧運動的時候呼吸的調節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對於呼吸系統影響深遠的正是我們的肢氣管以及肺部 那吸菸者會經歷肺功能失調 並且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機率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 包括慢性肢氣管炎以及肺氣腫 即使你還年輕吸菸的時間不長也還是會對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我們人體的呼吸道系統會幫我們過濾一些外來的髒東西以及一些碎屑等等 然而香菸中的尼古丁會刺激我們的肢氣管造成一些液體的分泌 肢氣管收縮、麻痺肢氣管上面的龍毛限制移除液體和一些外來物的能力 使得髒東西附著在你的肢氣管上增加你的呼吸難度降低你的運動表現 那關於這點我個人是非常有感的 撇開理論我這邊跟大家聊一下 我自己在戒嚴前以及戒嚴後對重訓表現時的差異 戒嚴後確實讓我重訓時的注意力變得更加集中 那重訓的續航力變高 也真的比較不容易喘 就算喘也比較快就能得到恢復 這些不是什麼漂亮話而是我自己的經驗 再來我們講到另外一個也是大家耳熟能詳 香菸中存在的另一個有害物質 液氧化碳 液氧化碳會降低我們血紅素的吸氧量 減少那些被送往工作機群的氧氣量 然而你的最大運動能力會隨著你的吸氧量減少而降低 抽菸會讓你的肌肉、血液中、氧氣及營養物質的運送大打折扣 相較於重訓的爆發力以及慢性激勵 抽菸對耐力的影響更加明顯 所以為什麼吸氧者在做有氧運動時會覺得 胸悶、呼吸困難容易喘 而從事耐力、有氧的運動員也幾乎都不碰香菸 此外香菸中的尼古丁會降低高酮水平 然而高酮對於男性不論是重訓或是其他方面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男士們某些運動是非常需要耐力、血液含氧量、高酮等等 至於什麼運動你我都知道我就不多說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就到這邊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並不是要奉勸大家一定要戒菸什麼的 如果你覺得反正人生苦短抽抽菸喝喝酒能讓自己開心 那也沒什麼不好那也是一種選擇 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夠更珍惜自己的身體 為了你自己也為了你的親人 當你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相信我們的世界絕對會變得更加的美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金人該 下次見 掰掰